其實我願望永遠都是的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因為沒有什麼比開心更加緊張 那今年新年有什麼節目會教成? 其實今年新年會過年再去內地工作 去年跟內地一間很大的服裝公司談了合作 所以今年的2022年3月份就會推出我自己的服裝個人品牌 自己一直以來都很喜歡設計的 所以今次就完成了我的心願 今次我的主題是想用愛心和環保的意識 因為在服裝裏面會有很多用動物和植物的元素 就是希望大家愛護大自然和愛護動物 那你這兩年都在內地用了很多時間去做事 那你難得新年回來怎麼和家人過? 當然要多些時間陪他們 所以這段時間… 同時陪老公 是啊 因為其實我很感謝他們 因為一直以來他真的給了很多的自由度給我 我這兩年基本上香港的時間是很少很少 他都沒有什麼怨言 反而他都很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要很感謝他 那兒子呢 見到你是不是很開心呢? 他當然啦 他簡直一見到我便會飛過來 衝來擁抱 還有 什麼時候呢? 所以現在我一站在這裡 他每天都要拖著我 你什麼時候回來? 什麼時候回來? 就是他會很開心我回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反而是少見 反而他們會更加珍惜 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男生出來的時間比你老公更厲害 還有我… 想不到原來這兩年過得這麼快 他現在已經比我高了 嗯… 即是我想像… 你回來已經快樂了 對 我今年回來他已經比我高了 去年我走之前他還矮 我就到我這裡 然後兩年回來就已經這樣了 我再過幾年不知道會怎樣 你有沒有試過畫畫上的那個? 嗯… 送我的啦 我已經是最好的禮物了 我覺得 好… 好…